直线运动,时间4,单摆立体1 在前面我们学到了时间常用的测量工具 也有时间单位还有单位之间的换算 那最后我们提到伽利略 在单摆的观察中看到单摆等时性 而且最后他得到的结论就是 单摆来回的周期跟百常的平方跟乘正比 跟其他的因素都没有关系 所以这边我们试着找一些常见的例子 跟大家介绍单摆有可能哪些的出题方式 还有我们要怎么样思考这样的问题 我们看一下题目 安安以AB两种不同的百常做单摆实验 结果如下图问 好,这边有五个问题我们先等一下 当同学看到有那个图跟表的题目的时候 你要怎么下笔,然后怎么找线索 我们稍微带大家介绍练习一下 以看到图而言,你一定要确认 这个图它给的资讯是什么 以这一题来讲,它重坐标给的是摆动的时间 横坐标给的是摆动的次数 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样的图看出 它是要你探讨次数跟时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第二个,如果在图里面出现两条线 它代表是要做比较 所以这一题很明显的就是 以这样的数字去找A跟B两种单摆的关系 好,我们回到题目来看 第一个问题说 A单摆的周期要几秒 B单摆周期是几秒呢 其实这样的图呢 它的虚线都已经在提示你有哪些线索 我们来看一下哦 好,这边斜直线这一条写A 就是A单摆它的次数跟时间关系 这边得到了一个虚线你可以看到 这个虚线的焦点我们把它点出来 这一点代表就是说 如果以A单摆而言摆动20次 它需要20秒 那B单摆有没有提供线索 你看到这个虚线 我们看到焦点 所以这个虚线已经引导你了哦 在B单摆上我们找到的数据这里 也就是B单摆上面看到的 这一点代表20次它需要10秒 所以我们可以在旁边写个简单的算式 以第一题而言 好,把它先插掉 以第一题而言 这里我们要怎么算出 A的周期呢 来,回想一下 周期是不是将一次摆动几秒 当作一个观念来解释 所以这边在放计算的时候 你要了解 如果要算A周期 那我们就要了解它的时间次数 然后将它位置摆对 其实答案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将周期计算的时候 以时间为首要 所以将时间摆上面 20次 哦,20秒 它摆动了20次 所以20秒除以20次 我们可以得到等于1 1秒每次 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将答案填上 A单摆在我们这个数字中看到了 A单摆是周期为1秒 那对于B单摆而言也一样 我们试试看 用刚才的结果 我们再套用不同的数据 对于B单摆而言 它的数字在这里 20次需要10秒 所以别忘了哦 你要将秒数写上面 因为我们探讨是一次所需要的时间 所以我们将10秒除以20次 所以这样的结论 所以这样的结论是不是写出来 等于0.5秒每次 这样你会了吗 所以这边答案我们就可以确定 B单摆周期等于0.5秒 就是摆动一次所需要时间 0.5 好,第二个问题提到 A单摆摆动50次需要几秒 那如果你从第一题 你的观念就清楚 摆动一次所需要时间就是周期 那一次需要一秒钟 50次需要几秒 答案不是很简单吗 所以我们再稍微把算式写旁边一下 如果要找A单摆所需要的时间 我们写TimeATAR 这里将周期写上去 一秒每次乘上50次 好,单位的部分 这边一秒每次乘上50次 次跟次都不见了 所以直接答案写50秒 所以我们答案填上 A摆动50次的时候需要50秒的时间 那第三个小题 问说B单摆一分钟几次 好,提到一分钟几次 你再回想一下 它的观念就是 强调次数 所以事实上这一题在问你的是 B单摆它的频率有多少 B单摆频率 那我们把那个计算过程写下面 第三个小题提到的B单摆频率 我们写个FB F代表频率的frequency 那B是B单摆 所以这边在计算频率的时候 它要的是次数 所以我们将题目上这边图所给我的资料来带入这个频率的计算 所以B点它是20次需要10秒钟 所以我将20次先写上去 不过这里的10秒钟不能直接用哦 因为它问的是1分钟 所以我们稍微调整一下 我们将10秒钟 在旁边先换算成分钟 那1分钟60秒 所以10秒钟相当于6分之1分钟 因为10除以60 是不是只有6分之1分钟 所以这边分母在写的时候 你就要写成6分之1分 好 所以我们把它算完 20次除以6分之1相当于20乘上6分之1的导数 是不是等于1分之6 所以这边就20乘以6啊 所以6二十二 所以这边写120次 这指的是1分钟哦 所以这边答案就填上 B单摆1分钟可以摆动120次 那如果从图上看 也可以这样直觉式的想哦 如果10秒钟可以摆20次 那1分钟不就是60秒吗 所以10秒的6倍 就是把20次乘以6 就等于120 这样想也可以 不一定每一题都一定要写算式才能做答 如果你可以从图面上的资料 你看得懂这个图 你就可以直接回答 10秒20次 60秒20的6倍 120次 这样就答案了 另外第四个小题问 AB单摆哪个比较长 这个线索其实你要回想一下 伽利略在讲单摆等时性的时候 是不是提到 单摆的长短会影响什么 是不是单摆长短会影响周期 所以我们如果知道周期长短 是不是就知道单摆长短 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哦 伽利略在单摆等时性中 他最后提到了一个他观察的结论 也就是T1比T2会等于根号L1比L2 也就是周期会跟百长的平方跟成正比 所以百长越长是不是代表 他所需要时间越久 那这个其实在第一小题我们已经回答啦 有没有 A单摆是1秒 B单摆是0.5秒 是代表A单摆来回一次需要时间比较久 所以A单摆比较长 这样这题可以回答了解了吗 所以我们说从第一小题 A单摆需要时间比B单摆长 所以我们说A单摆比较长 所以这样的线索很简单 另外一个观念你可以从这边思考 如果从图面上来讲 这种图比较题的话 有一个小技巧教给你们 如果将图上拉一条直线 这条直线我们把意义写一下 这条直线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这个直线一拉 碰到的坐标轴 它代表的是摆动次数 我们就说这条直线 我们再将它做相同的摆动次数下 所以这条直线一拉 它代表你设定了相同的摆动次数 那A和B之间再做观察 相同摆动次数是不是看到 A需要20秒 B需要10秒 时间越久代表它的摆长越长 好 所以这样也可以来观察 这一题应该显得我们答案比较适合 最后一个问题 A单摆的摆锤 如果分别挂上10公克及50公克 这哪个摆锤摆动比较快 这一题也是前面加利略等时性的观念 我们做的结论 加利略提到的单摆的等时性中 周期只会跟摆长的平方跟成正比 跟摆锤质量 摆线的种类 以及摆角 10度以内的摆角 大小都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这一理 不管挂10克还是50克 都不会影响这个单摆来回的时间 所以有没有比较快的问题 好 所以没有比较快的问题嘛 所以这里我们不管挂10克50公克 甚至500公克1公斤 其实摆动的时间都是一样快 所以我们结论详续 这里回答写一样快 这样你懂了吗 类似的问题要请同学多多练习 增加你的看图及表的应用能力 rada讲 识记者 我们这里还识得 可以